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步 作者 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冰原之上的太阳总是能够带来温暖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李高楼抱着小狼从这岩洞里走了出来 在他的照顾之下 小狼的伤势已经好了很多 他是真的非常喜欢这小家伙 他的聪明远远超过李高楼 以前见过的任何一种动物 只是简单的相处 一人一兽 仿佛是相识了多年的好友 彼此之间心意相通 不过很快李高楼就愣了 因为他看到浑身是血的兽官 步履蹒跚地走了回来 眉头紧锁 怎么回事 全部的不安在这一刻都爆发了 李高楼的声音极度低沉 早晨离开的高官和兽官两个人 本来是出气打蛋消息的 现在兽官成了这副模样 又看不到高官的影子 兽官的身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这道伤口贯穿了他的筋板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 不过比起兽官眼中的恨意 这点心血算不了什么 高官被抓了 田楼那些人要杀了他 高官被杀了 这种事对兽官的刺激可想而知 等会儿胖官他们知道 想来一定也会疯狂 毕竟这四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高官出了事 他们绝对没办法坦然面对 李高楼深吸了口气 通知咱们的人 走 他知道 是时候该去面对这一切了 这场自己从生死部上看到的危机 此刻终于来了 兽官点点头 直接冲向了严洞 很快 叛官和西门帅他们一起 拎着兵器 全都出来了 这一刻消杀的气氛快速转染 几个人站在李高楼的一旁 在这极寒的兵源之上 仿佛战神一般 气势 是真正强者 才会有的气势 李高楼一愣 在他的记忆之中 在他来到恶人岛之前 似乎只有白大爷 才会让他产生这种相同的感觉 但是跟白大爷比起来 叛官他们更加彪悍 更加的锋芒毕露 一把巨大的重剑 被胖官扛在肩头 武王赢走了 今天老子就要杀人 兽官的兵器啊 同样也是差不多那模样 他们兄弟四个 虽说长相各异 但是实力相差无几 至于西门帅 此刻已经几个纵身 从这离开 去通知之前 已经联络好的同伴 一时之间 兵员上仿佛狼嚎般的声音 快速响起 至于说李高楼 则是跟着胖官他们出发了 田罗这伙人 如此突然的动手 完全没给李高楼 任何的准备时间 来势汹汹 所以李高楼 不敢继续多耽搁实践 否则的话 高官 有可能凶多吉少了 二十分钟之后 李高楼他们看到了 田罗这帮人 一个晚上的时间 他们召集到的人手 居然达到了将近五十人 要知道整个冰岛 赌王经过详细的统计 一共只有九十六个人 现在田罗他们 已经超了一半的人数了 高官就躺在田罗脚下的雪地之中 他赤裸的上身 已经被豁开了好几道伤口 因为角度的问题 李高楼看不到高官的脸 但是隐约能够通过他 起伏的胸口判断 他还活着 老子杀了你们 悍然无味 胖瓜和瘦瓜就冲上去了 他们眼睛都红了 打小跟高官一群长大 兄弟四个不分你我 看到高权 他们根本无法保持冷静 就这样 两个人已经冲到了前边 立刻 对面有数十人站了出来 剧烈的碰撞 沉闷的响声 强大的力量 让脚下的冰层都在震动 乃至于最终产生了裂缝 冰岛上的囚徒 都喜欢使用重武器 然而明明无比沉重的兵器 到了他们的手中 却是做到了举重若轻啊 李高楼看得眼中内心 无比的震撼 那种感觉呀 就仿佛是一群 原始的蛮人在战斗 而他们偏偏拥有着 绝对的智慧和技巧 拼命的胖瓜和兽瓜两个人 如同远古的战神 每一招一式都让李高楼惊骇 但是毕竟啊 对面的人太多了 所以很快就落入下风 李高楼握紧自己手中的军策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出手了 虽然说这种级别的战斗 好像他没有资格参与 估计上去几个照面就得重伤下来 但是再这么下去 胖瓜和兽瓜就会非常危险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 冰原的东边 一伙人正在急速赶来 仿着狼嚎般的声音 加上剧烈震动的脚步声 让李高楼知道 自己人来了 西门帅冲在最前边 此刻的他仿佛成了一只 冰原上的鱿鱼 速度快到极致 后边那些形态各异的冰岛囚犯 一个个劈头散发 横肉颤抖 二十五个人 这是之前西门帅说过的 虽然说只是田螺 他们那伙人的一半 但是这对李高楼来说 已经很好了 要知道能够拉拢到这些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 之前自己最大的倚仗 就是无可匹敌的运气 但是赌王失踪了 冰岛的规则发生了改变 所以靠着几条鱼 就可以拥有这样的援助 那已经是最大的惊喜了 这些人的到来 胖瓜和瘦瓜这边的战斗 也随着一声巨响各自退开 气氛跟之前不同了 田螺的脸色阴沉 看着对面的一伙人 西门帅 看来你是真打算制造冰岛的杀戮 就因为这个灾星吗 的确呀 虽说对面的人数只有自己的一半 但这也完全出乎了田螺的意料啊 冰岛上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拥手 在极寒跟雪狼的考验下 只有真正的强者才会活到今天 西门帅这伙人呢 或许虽然是因为人数上的劣势 最终会输给自己这边 但是田螺很清楚 临死之前 每个人都可以拉上一个同归于尽的对象 这就是冰岛 哪怕赌王的规则 已经很久不允许自相残杀 但是对死亡 没人会畏惧 看了一眼地上奄奄一息的高官 西门帅雨期一场冰冷 灾星 你才是灾星吧 是你挑起了这场战争 如他所说 的确是田螺挑起了争断 田螺身后有人就喊 胡说八道 就是因为这个灾星 大口才死的 话一出口 当其其他人随声附和 没错 他就是这个灾星 就是因为他 否则的话不会有冲突 不会有战争 杀了他 杀了他 随着嘈杂的呼喊声响起 田螺这些人紧盯着李高楼的眼神之中 满是杀意 他们已将全部的过错和怒火 都释放在李高楼的身上了 小李同学没说话 他很清楚 现在自己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整个冰岛从最开始的和谐到现在这个地步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不断的推动 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 田螺看向了西门帅身边的那个彪形大汉 刀锋火 你真要和这个灾星站在一起吗 这家伙的身高啊 虽然说没有大高个那么恐怖 但是啊 也得过了个两米吧 全身上下爆炸的肌肉 完全是个人形的绞肉鸡啊 刀锋火压低声音 一场交易 你挺我愿 他代表的就是自己这伙人的想法 之所以会跟着西门帅出现 李高楼的死活跟他没有关系 他们喂的就是食物 田螺点点头 好 既然这样 那就站吧 一手拿起了地上的冰锤 他的身后则是一片战音呼啸 李高楼这边二十多人同样散发出气势来 结果就在战斗一触即发之时 一个声音响起在所有人耳中 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